基隆的朋友 一大鍋的河豚肉湯 吃到剩下一半 南投仁愛鄉 這間顛免小吃店的老闆 煮成湯籍生魚片 親友喝的湯 頭暈嘴麻一次中毒 他把生魚片吃下肚 倒在店內身亡 尿一絲巴傷 要叫我去吃一下 我是想說我不敢吃生魚片 那一鍋湯已經吃差不多了 然後我就說我要回去睡覺了 然後希望讓我隔天天 再偶一偶一就好了 部落居民同在一起聚會 他說回想當時 看到一整箱 小吃店老闆的朋友 寄來的海鮮 然後就看到有 他有朋友寄的那一箱 河豚 還有三隻還是兩隻 有魚 忘記了 現在回想起來 那時候河豚的肚子 好像是已經有點脹脹的 有可能氣壓的關係 裡面已經有破掉 還是什麼不知道 警方進到死者家中 追查河豚來源 發現一張來自基隆的寄貨單 之前曾經使用過河豚肉 也告知基隆的釣魚有人 如果有釣到河豚 記得要寄送給他 警方透露死者基隆的朋友 是釣魚人士 小吃店老闆長期跟他買魚 因此兩人交情不錯 對方釣到好魚貨 就會寄給小吃店老闆 之前也曾寄過河豚 事實上河豚具有毒性 並不容易料理 素來自於他的眼睛血液 還有他的一些肝臟的部分 那我們在料理河豚的時候呢 必須要把這個東西剔除 中毒的8名親友 目前已陸續出院 而衛生局強調依照食安法 河豚這類有毒或危害 人體健康的食品 不得製造加工等 或當贈品送人 為者開罰6萬元到2億元的罰還 325分